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生哥cafe 今天为各位推出的会考生物101中 我们出了生命起源生命现象和生物圈 以及细胞学说四道菜 请各位细细品尝 在谈生物学之前 总该先知道生物什么构成的吧 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生命的起源吧 话说地球在46亿年前出现的时候 恐怕只是一颗演讲球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不要说生物了 连构成生物的主要有机物 八字都没一品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要讨论无机物 怎么样变成有机物的 哎呀,这个不就是马力兄弟里面的 图案吗 让我们也来撞一撞看看 会有什么东西 先生您好味啊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哈哈,我叫做Stanley Mirror 米乐 难道这是油里米乐 有机实验的那一位米乐 你说对了 我利用我的手旁边的机器 模拟原始地球 制造粗氨基酸等有机物呢 所以说从每个实验过程中 我们至少计算 原始地球的环境要建议 第一 首先要高温的环境 第二要有高能的闪电 第三要有原始的大气 不环雅 原来如此 好谢谢你啊 尼勒先生 现在我们总算知道有机物的来源 接着 原始生物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人可以知道 可是好歹 我们总要知道是原始生物的特征 它的特征 现在是这么说了 包括出现于海洋中 而且是意义的 那什么叫意义 所谓的意义呢 就是不会自己合成有机物 必须从外接获得养分的意思 另外也是简单的 原核单细胞生物采息 从原始生物出现之后 一连串的演化 悄悄的就在海洋中进行 可是在原始生物之中 后来就出现了一堆很特殊的自营生物 所谓的自营生物 当然就是可以自行合成生物 营养物的意思 其中我们最熟悉的 那就是光合作用了 透过光合作用的过程中 伴随着氧气的出现 在氧气逐渐增加之后 又有另外一些生物 从原始生物 慢慢的演化出来 就是叫虚氧生物 虚氧生物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利用氧气 把有机物氧化产生能量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呼吸作用 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球中呢 形形色色的生物 几乎大部分都是去氧生物了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 可以讨论一下 那就是地球的大气组成 有什么样的变化过程 话说它的演变过程 包括了三部曲 其中首部曲就是人时大气 那是伴随着地球形成过程中 所产生的氢气分排气 不过因为这两种气体太轻了 所以很快就终了 接下来二部曲 就是火山爆发下石 在火山中 喷发出来大量的氮气 水生气 还有二氧化碳 不过随着地球满满的冷却之后 水蒸气融 变成了海洋 而二氧化碳除了光合作用 利用之外 也大量的融解到了海洋之中 还有第三部曲呢 第三部曲就是所谓的光合作用 产生的氧气 也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现在的地球主要的大气组成就是氮气跟氧气 看得出来这一幕有大量的生物在我们的背景中吗 如果有人问你生物的定义是什么 你会怎么说呢 当然就是有生命的物体啦 那就是可以表现生命现象的物体 那就是可以表现生命现象的物体 生长 感应 还有生殖等等 不同的生物就必须表现不同的特定生命现象 但不管什么样的生命现象或生物 所有的生命现象都基于能量 才能够表现出来 换一句话说 生物的存在还必须要有生存要素吗 那什么是生存要素 我们知道至少有五个重要的生存要素 第一个阳光提供给我们能量 第二个空气中 比如说氧气提供我们呼吸 二氧化碳 植物可以行光合作用 第三水 你以为地球上70%以上的水 我们身体里面70%以上的水 是随便来的吗 其实意义重大 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扮演的角色就是作为容器 有时候还可以降低我们的体温 第四项呢 就是养分 养分包括有机养分跟无机养分 像我们义营生物啊 大部分的养分都要靠食物来获得才是 我们所讲的第五道元素是最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爱 如果没有爱 我们就不会这一颗可爱的地球 转一转 看一看 不过 这一颗地球上面 并不是到处都存在的生物 话说 一般我们所知道的生物 大概只有分布在低层大气部分地表和水域中 这一些有生物生存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叫生物圈 如果以厚度来看呢 大约是海平面以上跟以下个约1万公尺的位置 哪一颗水果来比较 就拿苹果来说吧 生物圈的厚度 也不过就是苹果的果皮这么宝宝了 那么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长得差不多吗 其实不然 老毕我们在北极会看到北极熊 在澳洲看到袋鼠 在中国看到的熊猫 海洋中有袋帽 还有哇 这是谁 海豚 这些生物都存在于不一样的地方 各自都必须适应当地不同的生存要素 的条件 所以说包括像北极熊 在韩南的北极 至少你可以看得出啊 它就要很厚的皮下脂肪 仙人长如果在干燥的环境中呢 有生状液可以放置水分30 筋肥后可以出水 分析则是分布广而浅 我们在河口看到的水鼻仔 因为长在缺氧 颜度变化大的河口湿地 因此支持跟呼吸根 或者排言其实就相对重要 哎你要去哪里啊 跟我 怎么又换背景了 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洋葱表皮细胞吗 从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生物的定义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那就是生物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这个我知道叫做细胞学说 没错啦 这就是细胞学说 而细胞学说的提出者 包括两位先生 一个是雷尔登 一个是雪旺 这两个你们不要误会啊 他们可不是兄弟哦 我就是雪莱登 我就是雪旺 我发现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 倒也是 那我们就提出细胞学说 好拜拜 那虎克勒 对呀那我勒 阿克其实只是在1665年 作版维物图纸 并且在里面 他画出了显微镜中 出现的软木栓的蜂窝状格子构造 还有在他的书籍里面 写出了这么一个字 以SEL来称呼这些蜂窝状格子 后代的人 就统一以SEL来代表 构成生物体基本构造 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细胞啦 咱们说来 我和细胞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不过至少 你所发出来的役性 就是植物性的役性 哦原来我看到的是细胞壁呀 就知道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